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南瓜 简单营养又好吃的做法 首先南瓜去皮 切块,上锅蒸熟 蒸熟之后放入盘中 压成南瓜泥 然后稍微冷却一下 趁着这个时间 准备一把葡萄干和蔓越莓 淘洗干净,控干水分 再切碎 放入南瓜中 加入3克酵母 搅拌至充分溶解 这是200克南瓜泥 加入大约300克中间面粉 搅拌成非常细碎的絮状 然后揉成光滑的不粘手的面团 如果面团粘手的话 可以继续加干面粉 揉好后,盖上保鲜膜 放温暖处发现这点味道 体积变大 手戳盾口不会回缩 就发现好了 放案板上揉搓排气 然后搓成长条 把它给按扁 擀成稍微厚一点点的长方形面片 再修整一下边缘 把它给切成长方形 最后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我们再二次饧发10分钟 手感轻飘飘的就可以了 电饼称鲜鲜鲜模式 刷汗层油 放入饼子 上面再刷汗层油 锁住内部水分 盖上盖子 蒸火烙 然后大约两分钟翻一次面 反复多次翻面 直到烙至两面金黄 全程大约需要8分钟 按压可以快速回弹时 就熟透了 南瓜饼这样做 外酥离软 口感酸酸甜甜 简单营养又好吃 喜欢就熟烫进来试一下吧